火龍桃鴉很被滅 村民簽名力撐 這幅二十多米長 呈三米高的Grafitti 幾日前開始 就逐部份呈現在薄芙林村的這條橋底 村民不僅氣到藝術家 還不知多麼喜歡 簡直是 不僅是十畫那麼簡單 因為正正這幅畫 很代表我們的薄芙林村 動態 加上用十二生肖 要去做一個沒有火龍的形式 我覺得創意亦都令到我覺得非常好 朱鎮對面的他們 還跟兩個桃鴉的年輕人聊天 又很大風又冷 其實他摸黑在這裡噴 他是工餘時間來做 有那些噴漆 又有膽黄梯爬上去 各樣都是他自己一個一手一個 但是有付出 有人贈 都不代表可以留下 有村民就收到封 劉政署接到投訴 說會派人去消滅了他 他就擔心會被取締 昨天一早就在村內發起簽名運動 我們不是跟政府 不是跟路政署抗衡 如果每個村民議員 將這幅這麼有代表性的畫 留在這裡的話 我們希望給一些聲音 給有關部門 一日入面 加上外來朝拜的人 已經收到成二百個村名了 如果要這樣投訴 是超可惜 我認為它一定會被取締 對 我認為它很漂亮 它會說到這個村子 希望他們去引述這件事 可以將我們的福祉畫 可以保留在這裡 這是我們絕大部分的村民意願 希望政府可以看出我們這件事 但是根據政府一貫的做法 可能就會像法國藝術家 在香港同樣地被消失 阿嬤